秋风送爽 紧张的夏季网球俱乐部联赛结束了 由华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几个俱乐部 也出现锋芒业绩不凡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在众多的底位真中经过激烈的角逐 由Jason Joe带领的Pleasantville的俱乐部联赛A队 直接升入最高级Major队 此外Unionville的B队成功升级A队 Seneca Hill的又一支C队则成功晋级B队 可见网球运动正在华人社区逐渐普及 成为与高球、足球和乒乓球等运动 相媲美的一项热门的运动 赛季后 打多伦多东部与西部的一些球员 自动组织了一场友谊赛 Pleasantville还在俱乐部领导的支持下 由华人Shan Chen与Howard等人赞助于组织了 各俱乐部球员自愿报名的单双打锦标赛 这样的开放式的比赛为球员们创造了互相切磋记忆的机会 也为华人与本地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友谊之桥 让大家有机会共享网球带来的乐趣与机遇 不过华人网球界还需要借鉴向高球足球等运动的经验 制定出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和机制来不断地提高桥界网球运动的水平 双打锦标赛